今天是蔡孝大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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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蔡孝生 畢業生 各位同學 各位親愛的家長們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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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高興 我們六年很辛苦 從小一 一直到小六 所以今天是畢業生最高興的日子 在這裡完成了六年的學院 同學們 我們要記得 我們大學國小的校訓 教訓是什麼 有 不知道 我們先在看看我們米堂 剛剛上台有看到我們兩句話 哪一句話 老修陽 你的 友愛 和情 做個好年齡 同學有沒有看到 有 好 然後我們 同學寫的是什麼 有 對 認真 讀書 鍛鍊身體 做個好學生 認真 讀書 鍛鍊身體 做個好學生 這個 在我們畢業年齡的今天 校長一樣 希望大家記得這兩個 這兩句話 然後呢 這是一個畢業 但是你們可能會 一定會是再去讀國中 對不對 對不起 這樣子可能 那念國中的時候 你們還會再去念高中 將來還要去念什麼 念大學 念研究所 如果你們沒有繼續升學的 將來也是在社會上 做一個有用的人 大家都是一個很好的國民 學一技之長 或者是做學術研究 都是很好的 除了我們學習以外 我們還要注重我們的品性 另外 校長在這邊做一個宣導 今年的國一 你們是今年的 101年的國一 你們已經是104年了 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個名詞 12年國民教育 有沒有 現在已經在推 12年國教 那有很多國教方面的宣導 什麼叫12年國教 它有四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要 免試入學 到時候大家 念國中 讀高中的時候 就不用考試了 第二個 它是免學會的 所以 公私立的高中 學會是一樣的 第三個 它是補級的 它是不強迫 所以有些人技術很好 有一兩個同學 他甚至不升高中職 也是可以的 他們是強迫性的 像我們國小 大家是一定要強迫 來念國小跟國中 如果你沒有念國中的話 他大概就會到你家裡去 國中 如果你沒有去讀書 三天了 他也會到你家裡去 請你到學校來念書 因為這個9年 叫做義務教育 12年叫做國民教育 那國民教育裡面的升學 這一個階段 就是不考試了 大家以在校的 機關表現 還有以你的生涯規劃 所以在國中的時候 就要慢慢的 去找自己的興趣 比如有些同學 喜歡美容 有些同學喜歡念記 有些同學喜歡資訊 然後呢 你就要慢慢的 發現你的興趣 看守你的興趣 然後呢 選田 附近的學校 或者是 那個有一個叫做特色招生 那特色呢 就是你的興趣裡面呢 有幾個學校 像明星學校呢 他又有學術方面 如果我的能力很好 我是在自然科學研究方面 我很想讀這方面 那有的學校有這方面的特色 然後呢 有的學生很喜歡音樂 他就可以去選擇 台中縣市 我們台中市所有 有音樂班的學校 他可以去規征 可以去免食 免食是生血 最後他甚至也可以去參加 他們學校的特色考試 這是簡單的 十二年國教 校長 校長不能講的太快了 如果不清楚了 可以私底下來問校長 十二年國教的一些宣討 到你們上國中的時候 還會再繼續的 跟你們做一些講解 好這簡單的介紹 然後呢 青海國中 六月二十五號 新生報到 同學們有收到 化道貪資單的也好 沒有收到化道貪資的 可能有一兩個同學 因為地址寫錯了 會回來 請你們記得 十二月二十五號 當天 從早上八點 到上午四點 就可以到校門口 來做報道了 好 最後跟大家說 真重再見 祝在校生 以及今年 畢業的畢業生 以會的貴賓 以及所有的家長們 大家欣賞事成 實施如意 身體健康 謝謝